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10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香港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9月28日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這個叫做建制大內控 大家應該還記得 有一段時間香港的媒體 在吹奏李家超 的背後有梁振英支持的 更加說梁振英火拍李家超 又說甚麼雙劍合璧 我記得是很清楚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對香港政壇的理解 也都以我們 對梁振英為人的了解 他絕對不會 是無端端 平白免費 是幫李家超做顧問的 幫李家超背書 因為梁振英 是相當之 懂得政治投機 而且梁振英也一直 是想敗部復活的 當年 被這個 北京 派密使下來 叫他 不能連任 他一直 很想找機會重新上位 所以當時 建制的媒體 包括部分官媒 在吹奏 梁振英說要火拍李家超 我當時就覺得 這件事根本是亂吹的 事實是勝於紅便 現在這個梁振英 梁振英當年又被稱之為狼英 就是因為 看梁振英的行為 你就知道 如果他有得上位 他絕對是會把握機會的 絕對不可能 甘心在李家超之下 連林鄭月娥 自許是高才生 梁振英也絕對 不打算 要屈服在林鄭月娥 下面 很正常 梁振英也做過特首 如果我是梁振英 絕對不可能 想著自己會被李家超 一個在香港當警察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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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所以 當日我看到這些報導 就是冷笑 根本在亂作文 事實上 梁振英 是一個相當之善於政治投機的人 似乎被我們說中 現在這一刻 香港有大量的勢力是想李家超下台 而梁振英 也都看中了這一點 香港有大量的不同力量 想李家超下台 是很正常的事情來的 因為香港 來來去去 所謂建制和藍絲 甚至乎今天的很多黃絲 其實來來去去 最關心的 就是生活還有經濟 經濟利益 才是這班所謂建制派最關注的項目 如果不是有利益 誰有空走去親政府 所以 到最終 他們的行動 一定是跟利益 跟經濟有關 而官府現在整個大局 包括 中國大陸還有香港在內 如果現在不搞政治鬥爭 唯一要搞的 肯定就是經濟問題的 但是自從李家超上台之後 基本上 香港的經濟就是一落千丈的 雖然 就算換其他人 也未必會有起色 但是 促成了很多人認為 是必須要更換李家超的 有很多人 就是會認為 再不換李家超 香港的經濟再進一步下沉 差不多所有利益 是全部蒸發了 大家看看今天的樓市就知道 基本上 可以說得上是全部起色的 資產價格再繼續進一步下跌 而這個時候 李家超是繼續大搞這個供應的 包括 北部都會區 還有明日大禹 而明日大禹更加 是繼承自這個林鄭月娥年代的項目 好了 結果這個 前香港的特首 再加上現任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不過再說一次 政協 全國政協副主席是虛涵 在中共的架構裏面 政協 是 並非任何的權力核心 只要稍為熟悉中共的架構 也會知道政協是花瓶來的 根本沒有實權 梁振英也充分地把這個信息告訴大家 所以 在梁振英的身上 你總會聞到一陣酸味的 實在太過葡萄 做過特首 長期覺得自己很有能力 那就是沒有機會 在香港當政 甚至乎連做官也沒有反 梁振英 是把握著這個機會的 竟然出來公開 反駁李家超 所以早前吹奏那個 梁振英、李家超合逼 梁振英、李家超合逼 我早就知道這是笑話 梁振英 是沒有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 他只接受啦啦隊而已 所以 當年梁振英 下面招來了一大班所謂的糧粉 就是有很多人發現 只要 是捧這個梁振英 擦這個 是梁振英的鞋子 就會忽然之間被重用 這種作風 你可以在很多政治人物身上也看到 不用說了 我就是在說特朗普 這節當然不再說了 要說回梁振英 梁振英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叫他跟人合作是不可能的 李家超 也可以說得上 居心叵測 因為既然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那麼惡劣 財政儲備 又快就枯乾 竟然李家超不單止不禁止這個明日大嶼計劃 還有 北部都會區 更加還無端端爆多一個 是叫做 飛機城出來的 要將東涌 忽然之間大規模擴大 好了 的而且確 你是可以想像 李家超 是想在 靜下的任期 是把香港的庫房全部用完錢 絕對是不懷好意 這件事現在給很多 人看穿 而香港很多建制派 留在香港支持政府的目的 不是想 香港政府跟你大攬炒的 是想他們的利益能夠繼續維護 還有香港 繼續成為他們賺錢的地方 現在 這個叫末日玩法 李家超政府 是在 進行中 所以 建制正在醞釀 想把李家超換下來的 你看到這個政治投機者梁振英 絕對不是第一次 出來抽水的了 當日這個林鄭月娥有大量的呼聲 想換人 然後 梁振英也是出來不斷地針對著林鄭月娥進行挑戰 當然 就算 這個李家超被換走 我認為找梁振英的機會其實是相當低的 但是站在梁振英的角度來說 他 也沒有什麼辦法 如果他不是出來挑機 根本也永遠不會有機會 而且政治 就是所謂的一天都嚴長 很多時候 北京的決定 可能只不過是紫尺之間 可能只是 一天就決定 有最高領袖嘛 喜歡五時花六時變 喜歡想到就做 所以 也不要說絕對 理論上 梁振英出來追著 李家超來咬 這次也不是咬得毫無道理的 因為 所有明眼人都看到 你現在這一刻增加土地供應 很明顯 是想把整個香港庫房推他去死 而這件事 香港的建制派是沒有可能看不到的 接下來越來越精彩的 在李家超的眼中 自己不知道還可以做多久 總之現在 就是 想盡辦法要留下一個 更爛的攤子 本身已經是爛攤子來的 沒有 最爛 只有更爛 所以往後香港的政治鬥爭 應該會很精彩 我們當然會第一時間 和大家再詳細分析 好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到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商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水準時 我們也可以直接喝到外面 喻碎 魚 香punkt 咖啡 假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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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勢 咖啡 咖啡